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带着传统房屋的各种回忆 随着时代变迁 建材也陆续改变与演进 而红砖也逐渐被取代 做砖的这几年这样子下来 红砖的市场也萎缩了很多了 但是砖药厂大家的同业 在全盛时期的时候 全盛有300多家 萎缩到今天大概只剩下30几家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 这个产品它没有跟着时代在进步 所以说在现代这个都市 从零越来越高楼大厦林医的情况下 它变成是比较不服时宜的 它的重量过重的问题 或者是它本身抗潜力比较差的问题 导致它慢慢地被淘汰 历经全盛时期与惨淡时期 但基于企业责任 选择了继续经营 而身为砖药业的两个品牌 在同一处设厂 本应是同行的竞争关系 反而清醒了合作的缘分 原先也是彼此不认识 但是就是因为 大胜专场洪春华先生 他很诚意地来跟我的老板 刘静富先生 有做了一个诚意的沟通 深怕对方犯了什么错误 然后影响到各自以后的身材 完全是出于这种善意的表现 透过这样的友好交流 两家同业决定合作之后 便邀请了工研院材料化学所的 李正道李博士 来辅导开发新型的红砖 保留传统红砖的优点 将缺点的部分加以改良 打造了现在的新植隔禁砖 那主要是他们在解决这个红砖的问题 到外太重 那有地震的疑虑 所以才做轻量化跟孔洞的一个设计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解决说 民众居住的疑虑 那再加上我们这边呢 做这个全程的设计 制程加检测的一个认证 那透过整个政府系统的一个检测 来确认这个轻植隔禁砖 目前在业界里面呢 单一材质能够得到 绿建材资格的一个材料 李博士说 新型设计的轻植隔禁砖 拥有隔音 隔热 防潮 防火 耐震 耐燃 轻量与再生等八项功能 透过这样的改良 让红砖建材更能符合现代建筑的需求 因为这样的一个水泥卡榫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设计 那所谓的传统的热红砖 有可能有这种横移的状况 透过这样一个卡榫设计 它能够很稳定的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能够得到一个安定的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效应 那第二个效应呢 各位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卡榫里面呢 它其实是部分的做一个阻隔 那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效果 结合两个品牌的企业用心 引进仪器来组绝排放废弃与污水 希望将红砖建材的好延续下去 带给大家对砖窑更不同以往的认识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 自己是居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什么样的材料里面 然后这样子的空间 它带给住在里面的人民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事实上 居住的环境它可以再更舒适 比如说它的隔音效果可以更好 它的隔热效果可以更好 甚至就是说一些 家里面比较常会遇到的 像一些钉挂重物 或者是空间变更的一些方便性 这也是我们对未来希望能够做到的期许 这样子